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超级英雄 他们可能是超人 神奇女侠 钢铁侠 每次看到这样血气方刚又充满干净的孩子吧 我就相信了我年轻的时候 我这腿脚啊 会比不变 每次他 每到深夜 难以入睡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如果没有他 我将饿死在那个寒冷的夜里 但我心中的超级英雄 却是一个外卖侠 OK 开始吧 今天我们要采访的对象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 他对这座城市所做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他所做的一切只为证明我们的极恶是可以战胜的 他以凡人之躯行圣人之围 他就是我们的超级英雄外卖小哥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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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别看我 别看我 干嘛呀 你们 别看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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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边有个更帅的 别看我 别看我 那个被骑走的电动车好眼熟啊 是我的电动车吗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我只是路过 对不起 又是因为我 还对你车子又丢了 没关系 不就两天都快钱吗 很快的 你送250的 一天三十的 九天就够了 为什么要穿西装 客户的需求嘛 不要辣椒多些汤 要求一个西装革履 气质优雅的外面小哥儿送餐 最好再带一只玫瑰花 嗯 你一定是个二次元小姑娘 哇 哇 好帅呀 要先来坐坐吗 不了不了不了 祝你游餐愉快 今天给你个五星好评 那我们下一单去吧 饭店往前走 537米处 右拐进一大门 有一个楼梯 上了五层楼梯后 再下四层 转过一个窗户 转过两台房顶 直接跳上天桥 向着天桥 顺着马屋逆行又是你 哎 这边这边去哪儿呢 你好 曼曼 是 是你啊 啊 是你啊 嗯 你过得还好吗 还可以 嗯 它就挺好的 媳妇 店头饭到了吗 赶紧给我拿下来 做话了 好啊 那我就不打扰你用餐了 你快去吃饭吧 哦 麻烦给个五星好评 好嘞 那你加油 小哥 这两份不送了 这两份是我自己定的 坐下来吃吧 小哥 刚才那个是你前女友吧 嗯 因为工作的特性 吃饭的时间 是我最忙的时候 昨日那一年 我都没有陪她吃过一顿饭 做外卖又苦又累 还没时间陪女朋友 你有没有后悔过 没有 我干外卖不是真的为了得到 所有人的五星好评 也从没想过当什么城市英雄 更不可能对抗世间的一切饥饿 我做外卖 只因为这是我的一份工作 我要把它做好 但感情上 还是留下了些遗憾吧 算是吧 你进去吗 又有客户急需求了 我得赶紧送外卖 走了 那 那我 快 车子不用你赔了 小姑娘一下干这个多累啊 赶紧回去好好工作吧 以后要是遇见了啊 记得给五星好评就行 回去吧回去吧 何为超级英雄 不是因为有超现实的能力 不是因为有超级多的钱 不是因为有超复杂的绅士 拥有一颗超级强大的责任心 把自己的事情做到极致 这才是超级英雄 这就是外卖侠 不是尽管的 在那里面 我能做到极致的 很快 你不可以做到极致的 你不敢做到极致的